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赵丽颖黑白造型现身机场,位翼热裤潮感十足,配马丁靴又美又萨。 赵丽颖自从复工之后行程也是排得满满的,各种综艺节目的录制完全没有停过, 再加上还要拍摄新剧,难怪赵丽颖早年被媒体称之为拼命十三娘。 近日,赵丽颖就现身了长沙某机场,这次现身她的造型低调了不少, 仅仅只是普通的黑白配造型,为一家牛仔热裤的组合, 让赵丽颖整个人看上去潮感十足,主要是简灵又凸显了青春活力, 配上马丁靴之后又多了几分萨爽和个性。 面对到机场接机的粉丝们,赵丽颖也是十分友好的挥手打招呼。 赵丽颖这个造型虽然是黑白配,并没有太出彩的点, 但是却让她很好的秀,出了自己白皙的美腿, 光是看这个腿就知道赵丽颖有多瘦了。 于夫帽在配合口罩完美地遮挡住了她的五官, 这也是明星走机场的标准配置了。 赵丽颖结婚生子之后,气质变得更加耐看了, 而且还越来越有少女感,真的是可温柔可预解。 普通的T恤叠穿了无袖的针织毛衣之后, 造型因此变得有层次感了起来, 再配上格纹的阔腿裤和运动鞋休闲又极具街头感。 先不说赵丽颖今年的造型有没有进步, 她近一个月的造型已经够大家看的了, 早前这一条纯白的宫廷秀莲衣裙, 让她看上去甜美又温柔, 最主要是赵丽颖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和从容, 随便凹一个造型都是大片即逝感。 她还特地选择了一双黑色的马丁靴作为搭配, 为的就是兼备美和萨, 让这一次的造型看上去没有那么单调, 气质也因此而变得有变化。 还有这一套活力菊磊斯漏, 奇装加皮长裤的组合, 让赵丽颖变得更加的帅气了, 当然蕾丝带来的小性感和女人未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, 这种双风格的呈现在娱乐圈还是比较常见的。 前段日子赵丽颖还穿了一条流光星空礼群出席活动, 长发飘然家族母绿珠宝的点缀, 整体优雅又不失高贵魅力, 最主要是眼神笃定的她从容大方, 造型也随之变得耀眼了起来。 过分。 赵丽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? 她不过想给群影过年发200红包。 赵丽颖现在已经是娱乐圈比较成功的女明星之一了, 她虽然从来都没有登上高收入的排行榜, 不过我们也能大致猜出赵丽颖的商业价值, 她在娱乐圈真的不是一般明星能达到的水平。 电视剧有了赵丽颖就等于有了收视保证, 综艺里有了赵丽颖就等于有了招商的保证。 不过成功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事情, 赵丽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跑龙套了, 其实在参加雅虎女神之前, 赵丽颖就已经在娱乐圈跑龙套了。 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她还没有走红, 大多数的人都不在意赵丽颖的存在。 赵丽颖的成功也是她这么多年顽强拼搏才有的成果, 别看赵丽颖这么小小的身躯, 她的身上有很强的爆发力, 要不然怎么能在娱乐圈跑了龙套这么多年, 她就是等一个机会。 赵丽颖自己都是苦着过来的演员, 据说她在九年前拍《孩猪》的时候, 身上也没有一部能拍照的手机, 那个时候她上快本的时候就说起自己的辛酸经历, 还特别感恩张瑞在她过年的时候请她去吃饭。 现在赵丽颖自己已经是一线演员了, 她很明白不红的演员在剧组的待遇, 据说有一次过年, 赵丽颖看剧组里的群演们都没有休息, 她就给群演们每个人发了两百元的红包。 看这个装扮应该是赵丽颖拍摄之否时候的情形, 这个红包还是赵丽颖亲自发到对方的手上的, 不是由助理代发的, 这也可见赵丽颖对群演们的尊重。 没想到就这一个举动, 居然在群演们看来都太小气了, 甚至还嘲笑赵丽颖是农村来的, 小家自弃。 赵丽颖确实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, 不过这也不能说明赵丽颖就是小家自弃, 她的性格很朴实, 小的时候她会在家里帮忙做农活。 长大之后赚了钱她也为村里修路了, 说明赵丽颖是一个治安图报的人。 再说赵丽颖2006年前在娱乐圈没有名气, 那个时候她的生活过得很苦, 所有人都没有给赵丽颖帮助。 2006年之后, 赵丽颖也只不过是在工作上获得一些机会而已, 她依旧没有依靠任何人。 可能正是因为她知道这份成功来之不易, 所以赵丽颖格外珍惜, 她现在都不主动接综艺, 主要的工作就是拍戏。 就连陈伟婷都说拍戏的时候自己会感觉很累, 可是赵丽颖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累。 这一点在赵丽颖的拍戏经历来看也能看得出来, 她是一步接一步的拍, 基本上只有过年的年假。 在赵丽颖的身上一直都能看出坚韧不屈这四个字。 而且赵丽颖一直都惦记着身边的人, 之前她拍于正的陆真传奇, 于正觉得这个小女孩很有潜质想签下赵丽颖, 可是赵丽颖自己立刻和于正说自己已经有经纪人了, 并且这个经纪人跟了我很长时间, 她不想抛弃这个经纪人, 在娱乐圈能把经纪人当做自己的朋友的, 估计也没几个人了吧。 赵丽颖甜甜的心动造型, 红白条纹扇配散裙, 低头垂眸皆是柔情魅力。 近日, 赵丽颖工作室晒出这一组赵丽颖的美照, 据悉是出席Dyer的活动, 作为品牌大使的她怎么可能会缺席呢? 不过这一次她并没有选择隆重的礼裙, 反而是简简单单的两件套。 虽然红白条纹的上衣设计比较普通, 但是有了字母印花的点缀之后, 整体看上去也不会太单调, 配上红色的散裙, 造型还是很有统一性, 这样的色彩层次也比较鲜明。 看得出来赵丽颖这一组, 照片是在酒店旧的取景, 只不过摄影师的脑洞比较大, 直接在门缝里面偷窥影宝, 这种大面积留白的画面感反而更加凸显了赵丽颖的存在。 在赵丽颖的身后便是一座座高楼大厦, 静静站立在窗前的她看上去也多了几分田径。 不过赵丽颖选择了一双小白鞋作为搭配, 或许是想着能够和手提包的颜色来一个呼应, 原本甜蜜的造型因为鞋子的加入多了几分街头休闲感, 即便是在酒店内随便摆姿势拍照, 赵丽颖的气质看上去也特别的强劲, 大概这就是她发自内心的自信从容。 其实看到赵丽颖的脸, 大家都会有一个初始印象甜美, 但自从结婚生子之后, 赵丽颖的气质就开始蜕变了, 从她近年的几套造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比如这一套少女英粉波典礼裙, 配合葱葱郁郁的草地和粉色蔷薇, 赵丽颖看上去甜美又迷人。 本身这个造型就足够清新淡雅了, 也不需要太多饰品去点缀, 简简单单就能够美出质感。 或者是这种设计感比较强的交叉, 挂搏小背心, 配上一条浅色的牛仔裤, 造型不仅显得清爽, 还很有女团感, 特别是配上高马尾的发型, 多了几分潇洒个性, 而且看上去特别简灵少女感十足。 即使是生涂状态下赵丽颖的造型都很nice, 橘色的蕾丝吊带加皮长裤的组合可以说是带出了不错的效果, 既能够达到秀身材的效果, 还能够彰显出青春活力感, 这样漏肤效果可以说是很适合夏日了, 恰当好处地带来小性感的感觉。 继续永远做好变成